大家好,我们在预补先轻啊 其实这是皇帝内经当中明确的给我们指出来的一个 在补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那么我们怎么样发现自己气虚、血虚、气血双虚呢 在这里我要教给大家几个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气虚 重点这个虚呢我们讲的是脾虚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了 我们脾虚呢有一个字非常的关键就是懒 懒在哪里呢 你看我们脾虚的人嘛 他的脸色不好看 他的脸色没有光泽 这是一点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字就是懒字 没有食欲 而且呢脾还煮思虑对不对 所以他呢就不想动 所以他懒得吃饭 懒得说话 懒得动 还懒得什么呀 还懒得理你 明白了吧 所以这懒有四个方面啊 懒得吃懒得动 懒得说懒得理你 很明显 所以这是典型的脾虚 那我们脾虚怎么办 啊 我们告诉大家 有一个补气的穴位 它叫气海穴 气海穴在哪里 我记得给以前讲过啊 我们对于女性来说 我有官员去海神圈 这三个穴位是一定要去按揉的 其实气海穴在哪里 在我们肚脐下面1.5寸的地方 就是气海穴 那我们这个气海穴怎么去揉它呢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过 我们中晚上晚下晚 我们用手掌的大鱼剂去揉它 那我们气海穴也一样 也是用手掌的大鱼剂去揉它 顺时针逆时针都不限定 只要你揉到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非常 补气非常好的一个穴 你想一想 它是气的海洋之穴 非常好吧 那么对于女性来说 我们再加一个官员和神圈 对于男性来说 加一个官员神圈和足三里 这是非常好的补气的一个穴位 好 谢谢大家